本视频由金豪钢笔赞助播出 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做这一支的话 是我以前做过的一支笔了 金豪100对 没想到又给我寄来一支 其实我之前有做过 那当然这次这次 这次的话第一件事是 当时金豪100好像我就买了 跟我那支派克一样的 然后最后的一个结果是 两边的尖的话感觉都是一般般 不太就是特别粗 两个两支都是特别粗 我派克那支还是EF的 然后反正就是没多久 然后两支都粗了 那这一次的这个新的100 然后值得去 我再去看一下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来试一下 那首先的这个尺寸上来讲的话 它肯定不会像之前的 比如说比805再长一点 然后尺寸上来讲 肯定是能跟原版本能兼容的 但是我那支的话自己已经是出掉了 因为当时的买回来的时候真的是有点失望了 买回来 然后这一次的反正就是 比肩的话就是跟白金的这支一样的 反正就是总统肩一样 然后在32号肩左右 然后派克那支我记得也反正也是差不多 尺寸这些都能共用的 反正这一点是我比较确定的 那我相信他也不会去改 因为后来听说就是凯格路做完视频后 凯格路那边的话也是把那个尺寸 就东东西的一个零件的通用性 然后也改到跟那个金号这支一样了 那因为我当时我入手的那支的话是没有的 但那个有观众想我在做凯格路那个 但现在的我视频的情况是没有那个人呃送笔的话 就是赞助的话这类的话 我应该是不会故意去自己更新的 因为我自己那个时间现在也不是特别多 我还有就是我别的事情也也也翻也挺忙的 然后就也抽不出时间这样子 好那我们看完这个笔的一个尺寸的话 再下来一样吧 虽然说那个这次上上次已经做过这个了 但我觉得这次我们还是要再做一下的 来一百三十八点五五左右的一个总长度 再下来了是 呃看一下啊 一百二十七的把帽长度 那这些我会尽量快点给他带过 那就所以说这次的视频也是会比较短一点 那重量上来讲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先盖帽看一下重量是多少 二十七点二那也是也差不多的一个重量 然后再下来 十五点五的一个重量 那重量上来讲也是中规中矩了 因为呃我认为就是超过三十算重 第一 十到十二左右的算轻 那这次反正也是一样中规中矩的一个笔 然后再下来看一下 大家主要想看一下他这一次的一个笔尖上面了 呃笔笔杆我看完键我再来讲啊 呃首先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笔尖 还是一样跟那个前面的那只 呃那只什么什么东西 好像是9056吗 还是9035 呃反正跟那一只的一个木的那只 钢笔是应该是同一个尖了啊 或者我拿来看一下吧 这一只这一只好像是 啊应该是一样的两只都是F好 那还是让我照样给你们拍摄这个笔尖的 但鞋杆上面来讲 我觉得已经解解除了我的困惑了啊 提早就知道答案了 这这可惜这视频还没拍完呢 这尴尬了 有点好 还是一样的前面一个屁股尖的一个打磨 然后这边的话也是一样源头比较不容易刮的 就应该也不知道能不能出口 毕竟这个是有那个键标在上面的 因为我之前那一只的话 就是不是键标的吗 大家如果有印象 我记得是球就小球的 好像是小球的那样子吗 这次换了这个键标的话 当它这个键包一样的都是有改进的 你看就不是那种叔叔的那种 就不是那种就英雄的那种那样一个键标了 这次改了反正就是更加的解读了 但是我之前还看过两个版本 就一个好像是一个吧 上面这个笔顶也是我换过的 就上面写的好像是central这样子一个字 然后这里的话 我忘记有没有去写什么了 这个就想不起来了 但这一次的话比较开心的是拿到一只黄色的 今年不知道怎么回事的 其实我有换了手机 然后手机刚好也是黄色的 然后刚好给我送了一个黄色的笔 可能今年黄色对我比较友好 然后另外说一下我最讨厌的是红色 所以你看我很少红 就基本上是没有红色的笔 那不扯那么多 那首先这个黄色的话 笔顶跟之前一样 但是central的版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然后这个笔夹也换了一个键标 反正就比起本身金豪 那肯定更好看 笔尖的话 其实已经知道结果了 等会我想办法跟你们去对比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可以再细化再精致一点 像前面几只的话 就能明显感觉到金 金豪的改进了 这个地方我觉得可以再做点文章 比如说再把纹路给拿回来 或者是说再做一点那种 就是一个亮面 然后一个沙面 这样子的一个层次性处理 那这整只比会显得更有层次一点 好 然后再下来这个黄色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出来 其实它是有点透的 如果能做成不透的黄色 就是你们懂的我家哪一只 就是派克的哪一只你懂的 就是能更接近那就更好了 然后美中不足的一个地方的话 我更贪心一点 其实我更想还是有那个 你懂的那个雕花 我之前就那个雕花 其实在这个位置还是有点毒的 因为平常客制都是在这个地方的 然后它那个雕花 而且还是有深度的一个雕花 如果这些地方的话都能给它还原回去 这只笔就非常非常的棒了 我觉得 因为其实它很多地方已经很能解读了 一只笔了 你说我再给它多一点 其实真的是算是很贪心了 因为它没有别的什么大问题 就插那个笔尖 那这一次其实 笔尖的其实答案我觉得也也知道了 其实但是我还是例行公司的给试一下吧 那整体来讲这只笔的话 改进了就是说更多的往实用性那边来改进了 那像样子那些的话 毕竟就是各花有各眼了 那也不可能说一定要按我这样子 因为毕竟每个人喜欢的都不一样 像那个像我这种就是严控为主的 那实用性其实对我来说 该的并不是很重要 你看我的百灵性M800 我都直接把它换成一个白金尖的总统尖的对吧 换一个比较刺的一个笔尖 对不对 就是我我可以直接用别 我因为本身我笔也多 然后我要换其实也可以 反正就对我来说影响并不是很大 因为我有很多的替用或者解决方法 好 还是一样的 我们来 啊果然是果然是那个 呃 看一下 还是一样 但我这 但果然是就是 我觉得就是我写几下 如果可以的那就 那都是一样 然后再看 好 能看到吗 完全一样了 那还是 我觉得试的就没什么必要了 非常非常给力 这次的肩真的有非常大的一个改进了 尤其是那个粗吸毒以及鞋杆了 上次那个鞋杆真的是不敢恭维了 但我还是一样的把他写完吧 呃 因为不一定每个观众都有看那个就是 呃9056的那个视频了 对吧 然后这几个月不见了 然后我的字还是一路既往的丑 然后我还是一样吧 压下肩 然后这样 啊 那个视频我忘了一个东西 反写 啊 你看 哦 这一次这个反这一只的反写 这个这一次这个肩好给力啊 这是今后的这个 我真的没想到一个观众要求的东西 然后今后也能那个就是也能注意到 然后把这个东西给改了 其实这个真的是很过分的 要反写倒写 其实正常是谁会倒写了 对不对 然后他这个真的能360度输写了 那今后这次真的完全给他点赞啊 非常感谢这一次的这个厂商呢 送了几只笔 说实话就都很有心思 而且 嗯 怎么讲呢 我呃 品控上面来讲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了 就是如果是说 呃 不一定每个人又有买万宝龙 但是有完干笔的人肯定都会有买过一只金 好然后我只能这么去讲了对不对 好那大概都没什么大问题 那非常接近现代笔的一个习惯 然后再下来可能可我个人更多的是一个外观要求了 笔件上来讲真的没有什么太大要求了 真的是都 非常给力 你看两只笔这样子一对笔 你看平控非常的ok 没有什么大问题 不会说啊 我这一只出这只戏啊 没有这个情况在 好那这次的一个这只金好了 比说实话比平常短一半了 因为真的人讲的不多 而且人都好像就是前面的那那只笔也有做过这样子的尖了 而且他这个尖真的就是好的尖真的一个就够了 你几只笔 然后换不同的杆子 你账完给我这个尖我也不介意 然后其实因为 钢笔嘛 玩尖的其实现代来讲的话没那么主要 我觉得更多的就是玩杆 玩尖上面的雕花这类就是颜值上的东西比较多 然后整只笔还是一样 就是这次讲的几个问题嘛 首先就是这个地方的层次性处理 然后就是上面这个雕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笔没那么的透 那就非常的漂亮了 虽然说现在也很给力 好 那有什么我漏脚了 麻烦帮我补充一下 另外一个就是 要加群的我的群已经关掉了 然后就是 我会把你拉到一个 另外一个B站的阿祖群 那有需要的麻烦加一下我微信 那我们多多交流 下次见 拜拜